近代绘画史上有一位画家举足轻重 他擅长画马 他画的马刚劲矫健 充满着生机与力量 他的绘画风格 融合中西方的绘画元素于一体 并且将自己的喜怒哀乐 全部倾注其中 他被誉为是古今画马者独此一人 现场观众来猜一下 他是谁呢 徐悲鸿 没错 他就是徐悲鸿 马上请出徐悲鸿大师的儿子 徐庆平 主持人你好 欢迎您 徐老师带来了传家宝 这都是徐悲鸿先生的作品 我的父亲他是1953年去世的 他去世之后 我的母亲把家里面的 1200多件我父亲的原作 全部捐给献了给了国家 所以我今天带来的呢 是元大的复制品 好 我们把这些画幅呢 展开我们看一看 这都是徐悲鸿先生的作品 对 这是奔马 奔马 这边也是群马图 是吧 对 是群马 这有富商之诗 这边是叫八人集水图 您右后这幅画 这有点古意盎然 这个风格好像跟这其他几幅画 不太相同 是 是 是 主持人的鉴别能力非常敏锐 因为这张画呢 不是我父亲的画了 是我祖父的作品 这幅画像是祖父的画像吗 对 这幅是我父亲根据记忆 画的我祖父的像 我的祖父叫徐达璋 自成之 是江苏宜兴 寄庭桥镇的人 是完全靠自己自学成才的 一位知名画家 这幅画呢 叫做克子图 克子图 上面画的都是哪几位人物呢 画上头表现的是 他自己 在教我父亲读书 前面做那个小朋友 就是您父亲 做的是我的父亲 正在看书 祖父在教他 手里拿了一把扇子 是 边上头呢 还有两个人物呢 是我的两位姑姑 是我父亲的两个妹妹 这幅画呢 我想是表现他的 抱负胸襟的一幅代表作 怎么讲呢 祖父提了一首诗 《忍然青春萨七年》 这是37岁的时候 是画的这张画 平安两字 谢苍天 无才济世 怀残慎 且愿康儿勤学问 读书物本 立功行 康儿呢 就是指我父亲 对 因为我父亲 本来的名字 是叫徐寿康 那么读书人 就是要有责任感 要正直 要勤奋 要谦卑 我父亲的一生 也的确是这样去做的 对 立功行 《纸上得来终觉浅》 决之此事 须功行 对 是我祖父自己的一个写照 也是对我父亲的一个期望 所以我觉得 这可以作为我们徐家的家训 所以这件作品 也是我们家的一个最最珍贵的传家宝 那这么说来 徐碧鸿先生 应该就是跟他的父亲 学习绘画记忆的 是吗 父亲六岁 开始跟祖父读书 就学四书五经 到七岁的时候 祖父教他书法 那么这个时候 我父亲就要求学画 但是祖父不许 祖父说 现在要把书读好了 才能考虑别的 那么在读道论语里面 有一段 辩庄子刺虎 我父亲就很想知道 这个虎什么样子 他就去找一个小伙伴帮忙 就求这小伙伴的父亲 画一张老虎给他 我父亲得到了这只老虎以后 就照着描了一张 自己的第一张动画 但是不久之后 这个作品就被我祖父发现了 就说这是画的什么东西 画的老虎 我祖父说 这哪里是老虎 这明明是一条狗 这叫画虎不成反类犬 祖父说 画家是要用眼睛去观察实物的 你没有见过真的老虎 你怎么画得出来呢 这个对他后来画动物画起了非常重要的 这个对他影响很大 是 我觉得是一生的影响 他在巴黎的马场画过很多的靶 他在德国画过很多的狮子 奠定了他后来画动物画的基础 我想 父亲的教导 对他起了至为关键的作用 是 我们今天现场请咱们 杨仙让先生呢 是徐悲鸿的高卒 杨先生今年高寿多少 87周岁 精神很好啊 真棒 我是1948年入学的 院长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 他教给我们 取不离口 笔不离手 要天天地练 我们的书舍 前面一棵树 是槐树 然后有一天忽然间 来了一匹老马 这个马是徐院长的 一个老朋友送给他的一匹马 后来我们就经常看到 我们的徐院长拿着马杂 有时候领着清平 那时候大概也就是 四五岁的时候 在那画这匹老马 我们都站在他的旁边看嘛 我们就很奇怪 我们的院长画马画得那么好 还画这么个病马干什么 老院长有一天就给我们说 我画马 直到现在我还要研究马的解剖 马的透视 我必须要经常地画 所以这一点是我们特别地感动 这也深深影响了你们对吗 影响我们 然后我们再继续来看看 他的这些绘画作品 我身边这一幅奔马 上面还有题字 山河百战归民主 产尽齐区大稻平 对 背红1953年 父亲是以画马驰名的画家 但是他画的马呢 不光是简单地画一匹马 他在这个马上都寄托了他全部的感情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 中国开始走上了解放富强的道路的时候 他画的马 山河百战归民主 现在路上头已经平坦了 马再继续前行 表示这样的一种情感 也是对新中国建立之后 整个生活的一个期盼 对 这一头富商之狮 这张狮子呢 是画在1938年 就是中国的大片的国土 东北都已经沦亡了 抗战期间 对 那么在这个时候 他画了一只富商的狮子 这只狮子虽然遭到了敌人的攻击 已经有了创伤 但是他并没有屈服 可以看得出来 他目光炯炯 充满了这种力量 和无畏的这种精神 那样一幅《八人积水图》 这是哪一年的作品啊 这是1938年 38年 也是他随中央大学到重庆 潭西在嘉陵江边上面 住的地方是非常艰苦的 居住在这个山坡的顶上面 他每天要从上面 下到这个江底下来 坐船过江 到对岸的中央大学 去上课 晚上他还要 这一趟回来 爬上山去 回到自己住的地方 所以他每天过江的时候 都要看到老百姓辛苦 挑水的情况 所以他对当时 老百姓的疾苦 是感同身受的 所以在他上课的时候 有一天 没有起稿子 就一气呵成 一张纸画完了以后 又接了一张宣纸 也没有用镇齿 就是学生们 撑着这个纸 他在上面画出来的 所以重庆时期 是他艺术中间 非常重要的时期 我觉得在 徐飞鸿先生的身上 他既有传统知识分子的 那样一种骨气和傲气 但是又有这种 现代知识分子的 那种关注民生 还有爱国 把自己的命运 和自己的国家的命运 人民的命运 融合在一起的 这样的一种现代精神 那么他关心 下层人民的生活 描写他们的劳作 用这种很独特的构图 来表现中国人 吃苦耐劳 坚韧不拔的性格 抗战开始了 他用狮子的怒吼 号召人民起来抗战 那么解放了 民主的生活开始了 他画一匹 欢腾的骏马 从此全国人民 有好日子过了 悲鸿先生的这个喜怒哀乐 跟我们中华民族的境遇 是紧紧相连的 而且习院长我感觉到 他这一辈子 他的出身 他是那么样的贫穷 然后奋斗 你知道他学习的时候 都是饿着肚子有时候 所以他对我们的教育 也是这样的 节省 纸张不能浪费 颜色不能浪费 一个底头也不能浪费 您这么说的话 我就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了 我得向徐先生求证一下 这个他在生活上面 是非常朴素的 非常节俭的 我们当时家里面 不吃全大米的这样的饭 都是二米饭 就是小米跟大米在一块的 这样的饭因为便宜很多 菜基本上是大白菜 最好的菜是 西红柿炒鸡蛋 我心想里面 很少吃 吃饭的时候 我们不能掉米粒 在桌子和地上的 如果掉了的话 必须马上捡起来吃掉 我们家那个时候 一分钱现钱都没有 记得特别清楚 就是我进小学 我妹妹进幼稚图员 那么都要交学费 当时就是钱没有现钱 那么怎么办呢 我母亲找了她一件 很好的旗袍 拿到当铺去 当了 替我们两个交了这个学费 钱都到哪儿去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就是她用所有的钱 都去买了字画 我们看看大屏幕 这是这幅古画的名字叫什么呢 这幅画就叫 八十七神仙卷 这是一个长卷 是中国的画圣 唐代的大画家 吴道子的手笔 这儿有一个盖的小印章 对 这是她的一方 鉴赏章 这四个字 叫做悲鸿生命 她视这张画 为她自己生命一样珍贵 她一千二百幅收藏中间 这种画有十几二十幅的样子 是做生命一般珍贵 珍贵的 这个是发生在1936年的时候 我父亲到香港去讲学开画展 当时香港的一个德国人 收藏了很多中国字画 我父亲就发现了这张画 给了他身上所有的钱 那么他又拿了自己的一批作品 把这幅换回来 他说能够为国宝树身 把它买回自己的祖国 他认为是他一生最快乐的事情 所以他倾其所有之后 盖上自己的这种鉴赏章 悲鸿生命 但是最后都捐献给了国家 对 父亲失事之后 我母亲把一千二百多件 我父亲的原作 和一千二百多件收藏 全部捐献了给了国家 那么我母亲带着我和我妹妹 我们三个 一人一张床 吃饭的桌子椅子 我记得还有两个小柜子 我们就住在那个 我们冬天堆煤的 那一间房子里面去了 所有的家里面 连桌椅板凳 全部都交给国家了 所以我就感觉到 我们的老师 他是太无私了 他帮助了多少人呢 尤其是教学的时候 他帮助了多少的穷学生啊 伙食费交不起来的话 他给电 没有油画颜色 他那个油画颜色多好啊 都是法国来的 他能舍得给他的学生 我就感觉他是无私的 所以后来我们的 我们的师母 他死了的第二天 拿了药次 全部都捐给了文化部 捐给了国家 这是什么精神 徐飞鸿的精神 他就是继承徐飞鸿 87神仙卷呢 是徐先生 最重要的一件藏品 这个是唐代华盛 吴道子存世的唯一真迹 是我们呢 最高的国宝之一 现在是国家一级文物 抗战期间 徐先生到世界各地 去画画 去卖画 但是呢 卖得了巨资 完全捐给中国的抗战事业 但是呢 自己家里 吃个西红柿炒鸡蛋 都舍不得 对自己家庭很吝啬 对国家和民族很慷慨 这就是高尚的人生 谢谢 徐飞鸿先生 他不仅是一位著名的画家 也是一位 德高望重的美术教育家 对对对 由于他自己吃过很多苦 所以他知道求学之难 所有的人给他写的信 求帮助或者求教的 他都一一做父 全国各地来信非常多 他每天他的身体又不好 那么早天没亮 打开电灯 自己把头一天收到的所有信 都回掉 他才去画画 才去上班 这是他回复给一位学生的信 对 来信的是小朋友 当时南昌的一个小学的小学生 他喜欢画马 当时他就画了几张马来除掉 对于这样素不相识的一个外地的一个小学生 我父亲不止一封信的给他回信 这是其中之一 这小学生马上哪儿画的不对 前足怎么画 后腿怎么画 对 题字怎么画 要讲究 对 他都把这些都告诉这个孩子 太细致了 四年级的小学生 对 我父亲嘱咐他 你好好的读书 考北平一专 所以这个孩子 后来考到中央美食学院 成为了一位优秀的画家 他叫刘伯书 真是徐平空先生 我觉得在教育方面 真是对这种学生的爱 无限投入 没有这样的一位老师 真是学生的福气 我是48年入学的 也真是感受到了 学院长对我们的爱护 毕竟也得到他的奖励 怎么奖励你的 就是每一学期年级 他要评奖 每一种功课都要评三个奖 我得的奖的是图案课 三十万块钱他给我的 法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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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也是您表现优秀 才能获得这个奖励 那当然了 特高兴 在大礼堂 他亲自送 亲自发给我们 那么厚 你钱这么厚 到旁边的东安市场 然后买了一个笔记本 最好的笔记本 然后两包花生米 请一下同学吃 就完了 三十万块钱 可是我们也特别的高兴 尤其是学院长 给我们的奖励 是 院长不仅给你们有精神的鼓励 还有物质的鼓励 对 使得你们的学业飞速地进步 对我们抱了很大的希望 是 徐先生 那我知道您也是一位画家 您当时跟随徐别鸿先生 您的父亲学画的时候 他是怎么要求您的 从小我父亲都教我们写字 写字是非常严格地 给我们批改 先开始练什么字啊 我记得我不到六岁 五岁多的时候 妹妹四岁多的时候 就给我们两个人 一人一本字贴 张猛龙碑吉莲 在我的那一本上头 他写了两句话 跋山盖世之气 长河大海为辞 我后来才理解 这真是一位教育家 在教我审美 我们每天要写两页 九宫格交给父亲 他会批改 我们看不见他 他一定要抽时间 给我们改这作业 是用红墨水 哪个字写得最好 上面画个圈 特别好的画两个圈 比如哪个字 没有给你画圈 那那个字 一定要第二天重写 让你从小就知道 写字中间 有跋山盖世之气在里面 先要锻炼自己的气魄 自己的气魄 入门的审美教育 他抓得紧紧的 而且就是我祖父 我后来想 教他一样的那样教他 对 在我考中央美丸附中的时候 我母亲又给了我一件 传家宝 什么东西 这就是一方印章 印章 母亲告诉我 这是在我出生的时候 父亲请齐白石先生 为我刻的一方明章 我当时并不太知道 它的珍贵 后来我才慢慢地懂了 其实父亲从 给我准备这个章的时候 就暗暗地在那儿许愿 希望我学画 因为我们家 我祖父是画家 我父亲是画家 他们希望下面一代 还能继承 还有父亲和齐白石先生 是平生知己 刻这方章的时候 齐白石先生 费了很大的心血 在上头雕了画 草 水 暗 还有两只青蛙 有一只已经磨得 看不太清楚了 我觉得 他们两个都是 一辈子 视艺术为生命 为艺术投入了自己的全部 精力 财力 生命的 真正的是我们 读书 物本 立功行的榜样 是 是我们必须永远继承的 一个小小的印章 汇聚了两位大师 对你的期许 那我们也很想 鉴赏一下 您的艺术作品 今天带来了吗 带了两张画 好好好 那拿上来吧 来来来 好好好 专家老师们的指教 法国巴黎师母乐 我在法国待了五年的时间 在那边 工作和读博士学位 另一张是画马的 画一匹母马 一匹小马 因为少数民族姑娘 内蒙的 内蒙风情的一张画 好 古语说 虎父无犬子 信非虚言 庆平先生 还是沿着悲鸿先生 中西结合 吸取西方的绘画语言 来丰富中国画 丰富水墨画 还是走的这个路 笔墨功力扎实 确实无愧于当代画坛巨拨 咱们近代先贤林则徐先生说过 就是子孙若如我 留钱做什么 闲而多财 则损其智 就是可能您的父母 没有留给您很多的财产 这反而就是让您明确了自己的志向 而且他们留给您的精神财富 它会永远地激励着您和您的子孙后代 去传承新人的精神 和延续他们的艺术生命 好 谢谢 谢谢我们几位专家的点评 徐维虹先生的艺术才华 已经是有目共睹 他的爱国精神 今天也让我们深受感佩 非常感谢徐老 来到我们我有传家宝 谢谢您 谢谢 谢谢